好,中南区的夜市不受疫情的影响 那么原汁原味,使用天然,食用油,炸酥的炸鸡以及鸡翅 以传统手工制作的碗粿也成为夜市最热卖的食品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南区夜市从收封箱,凤林症,光复箱,瑞瑞箱,玉璃症 除了星期一之外,晚上六点一到,夜市活动正式展开 似乎不会受到疫情的影响 消费光夜市也成为南区夜市最大的特色 来到炸鸡腿、炸鸡翅的汤尾 老板娘,林月美可以说是亲自操刀 鸡腿、鸡翅,所有的食材都是当天取材而得的 可以说是相当的新鲜 而所使用的有的是植物、天然油 可以说是相当的健康 炸鸡翅还有我的鸡肉,一定就新鲜的 而且我都用清水取过 我的锅都用白鸟锅 油也是很清澈 我的做这个做法是凭良心做事情 良心占第一,然后再赚钱 所以很多客人就是很支持我 在老板娘的女儿,陈雅婷可以说是手脚相当的快 一袋一袋装好热腾的炸鸡 可以说是生活消费者的喜爱 而另外一摊则是碗粿老板徐卑成 传承了阿嬷百年传统手艺在夜市里贩售 而传统美味不失百年的滋味 这个是纯以古法阿嬷留下来的做法 以生米下去磨成浆 阿嬷人工做成的 它的口感怎么样 凉了以后是很Q的口感 阿加热吃也可以 当早餐的话,微波的话也OK 南居士老套们都知道老板当天 贩售之后一百万的限量 大家可以说是相当喜欢 来自村里的好滋味 大家喜欢 谢谢 米香 米的香味很重 小孩很爱吃 由于炸鸡的汤味和饭素挖柜老板 可以说是坚持自己的手工传统美味 希望在消费者喜爱之下 让好吃的美食能够分享给大家 记得终于收视频简介绍 我们下期再见